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下单元数位影像处理的介绍 第一单元的学习目标跟大纲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那我们一一来看它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是数位影像处理 第二个部分是数位影像处理的一个起源 我想了解起源以后大家对这本课的学习动机会比较好 也会觉得比较有趣 第三个部分是数位影像处理的案例 这个我会跟各位分析很多案例 那我想也是一样 就是学会案例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学问 然后这本课蛮有趣 但因为这个地方的篇幅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跟各位介绍 那最后部分我们会介绍数位影像处理的一个步骤 跟数位影像处理的系统组成 最后我还会给各位一个实体的模拟操作 什么样是一个数位影像系统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数位影像处理 我想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数位影像跟影像的一个定义 那到底什么样叫做影像 什么叫数位影像 我想各位应该很有经验 也许你以前有用过传统相机 也许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你现在周遭应该很多很多 智慧型手机或者是数位相机 都能够随时随地拍到很多很多的影像 那所以以数学来看的话 我们比较严谨的定义 其实影像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二维的一个函数Fxy 其中xy是指空间坐标 那F是指它的大小 所谓的大小就是该一个画数 或是该一个函数值的强度 或是回解词 我再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好了 因为传统的话 我想大家假如有用过传统相机的话 就比较有印象 那因为对于新兴的人 也可能对传统相机比较没有概念 所以我印象中 在台北市这边的一个博爱路那边 有很多以前卖传统相机的店 那市政府也刻意把那个招牌 弄得很像传统的底片 有一次我带我那个三年级的小朋友 过去看了一下这个招牌 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给我回答是不晓得 因为他有记忆到现在 他唯一用过底片的其实是在看日识 所以跟你要成像是完全两回事 那这个也是跟各位介绍一下说 传统底片或是传统的相机 除非是艺术家 否则是慢慢消失了 今天取代的其实就是数位影像 那也就是要用数位影像的一些 device 包括我刚才讲的数位相机 或者是那个Smart Camera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给一个数位影像一个定义 什么叫数位影像 当我前面介绍的这个空间坐标xy 或者是它的函数值里面都是有限的离善值的时候 我们称这个影像就叫做数位影像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xy是指它坐标 那f是它的强度 都是有限值的时候 比如说 如果你的影像是1024乘768 这是它空间的坐标 那强度可能你用8bit来描述 就从0可以描述到255 这就是一个数影像的一个大概介绍 那对于每张影像的元素 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跟值 我们要怎么称呼它呢 这些元素我们就称为一个图片元素 叫picture element 或是影像元素 image element 或者是我们俗称就叫画素 叫pixel 这个也是现在范层 比较通俗一点点的称呼 刚刚介绍了数位影像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数位影像处理 给一个简单的定义 简单来讲就是说 怎么样透过数位电脑 来对这个数位影像 进行一些程序 或是一些处理 就叫数位影像 当然它基础元素就是 就是每个画素 所以各位看一下 右边这边 有一张电脑成像的 一张预镜像的图片 那我们把一个小区域把它放大 这个红色的区域把它放大 就会变成一个这张图像 那各位把它入一名以后 就看到有一些像马赛克的现象 那我们在框其中一个小方格 就黑色的部分 其实这个黑色部分就是一个画素 一个我们刚刚提到 对一个数位影像描述的最小单元 我们叫做画素 那你可以把它描述成Fxy 当然这是一张彩色的 所以我刚刚所谓的强度的话 在这边你可能要重新描述它 可能必须用RGB 或是在后续的课程我们会介绍 用不同的彩色的Model 来描述这个画素的强度 那接下来最后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数位影像电脑化一些处理 一般来讲我们在数位影像处理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程序 那在往后的课程我们会慢慢跟各位介绍 那这边我们把它简单分为三个level 第一个是叫做低阶处理 什么叫低阶处理呢 低阶处理它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影像的杂讯 或者是增强对比度 或者是使影像锐利化 所以它的输入是一张影像 那输出呢还是一张影像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杂讯问题 它可能是把杂讯拿掉 但是它恢复到原来很漂亮的一张图像 所以它输入是影像 输出也会是一张影像 那各位再看一下中阶处理 中阶处理的话 它的目的可能是影像的分割 或是物件的描述 或甚至于是物件的分类 所以这时候它输入是影像 输出就不见得是影像 它可能是一些影像特征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一张图像里面有方形 有圆形 有三角形 那还有背景 那透过影像分割的方法 我就可以得到 刚刚讲的三角形 圆形或方形出来了 它不是整张图像 它只有我要的这些形状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物件进行描述 比如说圆形 你怎么描述 可能描述它的中心位置所在地 在这图像的所在地 还有就是说 这个圆的半径有多大 我们就可以描述这个物件 当然方形 你可以描述它的长跟宽 它的中心位置 所以就可以做所谓的特征描述 甚至我们可以做物件分类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例子 你可以把圆形分一类 方形分一类 或是三角形分一类 这是属于我们所谓的中阶处理 那我举一个比较一般话 也许你在拍一张图像里面 可能有一些家具 或有一些人 甚至有你家的猫或狗 那你还是可以把这物件做分割 分割完 当然你可以对这只猫做描述 或是对人来描述 或桌子来描述 那当然也可以进阶来把它做分类 所以各位这个重点在这边 就是说它输出是一张影像 但输出不会是整张影像 它是你要的这些物件而已 那输出就是只有这些影像特征来描述它 这是属于我们所谓的第二阶段 叫中阶的处理 那最后是叫做高阶的处理 高阶处理的话 一般在一般的数位影像课程里面 比较少介绍 这是高阶 那高阶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要理解一些轻过辨识的物体 那会执行所谓跟视觉有关的认知的功能 什么叫认知呢 认知就是如人类的人工智慧的这种理解 叫认知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 如果一张图片里面有很多人物 你把它分割出来 那所谓认知是什么意思 就可能我必须能够知道这个人是谁 是某某人 比如说是陈金森老师 那这是人可以认知的出来 那电脑在这块的话就比较弱 电脑很大的一块在前面的所谓的低阶处理 跟中阶处理它做得非常好 但是目前电脑在高阶处理里面 其实还是在萌芽的阶段 我曾经有一个国外的教授朋友跟我提到 他在做人工智慧 他提到说其实现在他们能够处理的人工智慧 大概还就是最多到小学的阶段 所以这跟我们讲的意思是说 说其实人工智慧还在起萌的阶段 所以也有很大发展空间 那再跟各位提醒一下 我们这门课主要处理的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在我们前面两个处理程序 包括低阶处理跟中阶处理 以上我们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 什么是数位影像 或什么是数位影像处理 或数位影像到底它的程序上分为哪三个部分 从低阶中阶到高阶的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部分 会跟各位介绍数位影像的一个起源